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妇人 还有她一场又一场离奇难以解释的梦境 在这个梦里 她的四个孩子都告诉她 妈妈 我好冷 原来妇人她有三个孩子 先前因为经济的压力日子过不去 居然做了傻事 而最小这个女儿后来也离家超过了七年 经过法院死亡宣判 她一直非常地自责 这四个她一手捏把长大的孩子 当妈的却没能帮他们好好办一场丧礼 还好遇到这样一个爱心的团体 圆了她的愿 满了她的愿 办了一场没有大体的丧礼 而让人更感到安慰地在后面 这个慈善团体承诺妇人 要把她离家失踪 找不回来的女儿 让她也能回到家里来 他们找谁呢 茫茫人海 找上了警戒赫赫有名的寻人高手 蔡淑女寻佐 于是蔡淑女就从这个无名师的名单里面 开始去逐一过滤 给找到了 结果玄妙事情发生了 开关之后 历经的16年 棺木都腐朽了 里面的大体几乎完毫不缺 她就在等这一刻嘛 等着妈妈带她回家 告别是庄严树木 但您能想象这是一场没有大体的丧礼吗 起因是民国99年的年底 张姓妇人一场又一场的离奇梦境 张姓妇人她到医院去看诊 心理医师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跟医生讲 她最近几乎每一天都做一个噩梦 她梦到她的四个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通常没有穿衣服 很冷 好冷 好冷 一直跟她的母亲一直宠物这件事 为什么四名子女要脱梦呢 张姓妇人这样告诉辅导她的职工 这一件事情要从民国81年说起 因为81年她一个大儿子 她考上一间混流民的A间部的 她是练美工 她很高兴 她对这个很有兴趣 孩子考上有兴趣的学校 明明是好事一件 但为何张姓妇人哭得这么伤心 后来她的弟弟 她就考上了那个 也是他们学校日间部 那这牵扯到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因为包括住车位 包括练书都要花钱 原来张姓妇人家境贫苦 身为单亲妈妈的她 恐怕没有能力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 那个哥哥他就会跳舞那个华中桥 当然有一个一定的程度是 承起那个弟弟要给他去练书 那个弟弟跟哥哥感情问好 在告别室处理完以后两个礼拜 他也告诉妈妈说 他很失恋哥哥 受不了这个相思之苦 当时还沉溺在丧子之痛的张姓妇人 没有想到小儿子说的 我好想哥哥 成了母子俩说的最后一句话 告别是两个礼拜以后 马上又去这个弟弟 去跳那个华中桥 难道是老天的捉弄 张姓妇人的大女儿在16年后 居然也走上不归路 张姓妇人的女儿嫁出去 有生一个小孩 因为跟先离婚 回到这个延伸家庭 跟妈妈住在一起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付不起房租 他跟妈说要去借钱来付房租 因为借不到钱 民国97年 这一个妈妈就跳那个华中桥 剩下他有遗留一个儿子 就拜托妈妈帮他照顾 所以就是这个张姓妇人的外孙 因为受不了经济压力 三个孩子接连亲生 张姓妇人强忍着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但他突然想起 民国86年失踪的小女儿 至今音讯全无 难道也天然永和了吗 索性透过辅导机构 暂时稳住张姓妇人的情绪 但她的心里还是有个结 当年失踪的小女儿到底在哪里 按照谈法令规定的事 失踪人口失踪超过7年 就可以依法向法院宣告死亡 妈妈有去法院宣告死亡 那死亡她为了没有办一个丧礼 这个妈妈很自责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当初她提出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帮她 办一场没有大体的丧礼 她只是说小孩子有托梦给她 很冷 需要衣服 需要什么 结果她就 她开口了 我们就把她每一个人都准备好 为了协助张姓妇人打开心结 专替弱势团体免费送行的爱心团队 开始规划这一场没有大体的丧礼 还贴心准备四个牌位 办上礼的时候 把其他三个人的那个魂魄 一并引过来 当初因为家庭的贫困 她是共用一个临位牌 也就是说这个临位牌 当初是用我们民间西俗叫做 呼吟的方式 就是说呼唤的方式 把他们的魂魄 呼唤到这个临位牌 因为临位牌要花钱 不过丧礼却进行的不太顺利 四个牌位立好的 就从大的小 老二老三再小的 当然小的在拔杯的当时是比较 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究竟他是遗体还没回来嘛 叫妈妈在旁边告知他 我们会很努力的来帮你 但你自己也要努力 能要找回家的路 自从承诺会帮小女儿找回家的路 志工拔杯才有结果 在丧礼圆满结束以后 志工找上了警戒巡人高手蔡淑女 我妈妈告诉我说 她几乎就是常常做这样子的梦 女儿告诉她说我好冷 我好想要回家 可以帮帮我吗 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子 我们同样为人母那种感觉 就非常的心痛以不舍 就说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能够帮她 我希望能够尽全力的去协助她 蔡淑女抽丝剥茧 研判民国86年9月 在中和中原水门发现的女服尸 极有可能是张姓妇人失踪的小女儿 于是她向新北地检署 申请开关验尸 无奈却被驳回 原因是死亡16年 大体腐败无法判定DNA 我又跟法医研究所的承办人 又就请教他们说 像这样的个案 它是早期的个案 那我们的一直在地检署 我们看到的时候 DNA腐败没有办法做 那如果我们现在 重新来做开关验尸 有没有办法可行性 然后那时候法医研究所跟我讲说 现在技术没问题 所以说如果能够开关验尸 他们绝对全力以赴 除了法医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援 善院爱心协会也无偿提供 开关验尸所衍生的费用 一切看似水到渠成 没想到寻找墨穴又是一大难题 所有的PayPalwork全部都是编号 不想你的编号是3417 所有资料通通都是一样 所以在综合地固公布 再怎么找通通都找不到 好不容易露出曙光的线索 又短了吗 后来才发现到说 他那个公园在磕墓碑的时候 是悟磕 悟磕到2417 后来因为这个墓碑有谁 86年92 就是9月份在那个中原抽水站 捞到这一具胡思 所以当时就是说 百分之百就是一定是悟磕的 工人将墓碑编号3417 悟磕为2417 一字之差又延误了开关验尸的时间 尽管距离民国102年开关那一天 已经5年了 大家对当时看到的景象 依旧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下葬16年的大体居然 看着 好 坐在那边 几乎就像一个少女躺在那个地方 因为大体都没有烂点 通常没有腐烂 就好像是一个少女躺在那地方 皮肤还有弹性 在外面的检察官一臉胡语说 没有变白骨 这么理想 86年到102年 这么久 所以我们那时候当时 当时就觉得天啊 这怎么回事 更何况他还是溺斃了大体 照理说泡了水会加速腐烂 起来你不能摸 摸皮就黏起来了 结果他能这样 这个也不是我们随便能想得通的事情 处理这么多的吴云丝 其实很多下水都是浮腫难以辨识的 这一件就很特别 他进来是整整好好 就让我觉得说真的有一次冥冥之中 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一直想要回家 妈妈可以看到说 这个我们女孩没问题 下葬16年的泡水浮湿 居然没有腐坏 这情况看在命理老师的眼中 也觉得不可思议 一般我们会在那个棺木底下开两个洞 那开两个洞就是要让它空气进去 那这样才能够腐化 所以有时候是棺木太好 结果开洞没有开得完全 就造成这个里面是真空 所以细菌连存活都不了 它当然就不会腐化 但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 张姓妇人小女儿 当时在开关验尸的时候 棺木已经腐坏 因此大体不属于真空杀菌的状态 那么历经的16年 大体都没有腐化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站在这个宗教的角度来讲 像佛教有所谓的金刚不坏之身 就是说他死后 但是他作刚或者是他作化 结果都没有腐坏 那个就是要非常强烈的一个意识 意念 他才能够产生所谓的金刚不坏 所以这个案子来讲就是说 他有一个非常坚决的意念 我要见到亲人 我要怎么样 他才能够让他的尸体不化 死了之后就要归尘土 那人死而不化 他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这个臭皮囊挂在身上来讲 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会变成说 他死而不化的时候 那这样子来讲第一个是很痛苦 所以他会忍受这种痛苦 是要很坚决的意念 才能够让他产生所谓的亡而不化 虽然在见到小女儿 已经是冰冷大体 张欣妇人还是感到很欣慰 找到 而且看到这样子很安慰 终于是已经回来了 虽然他多么希望说 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这个她的女儿还存在这个世界上 那基本上透过DNA检验 已经确认他这个希望是破灭 可是他说让他了解一桩心事 也是一个结局 最后法医研究所透过DNA鉴定 确定了这一名无名女师 就是张欣妇人思念的小女儿 妈妈是告诉我说 赶快让她去投胎吧 后来我们的安藏妈妈 好像她有去问她这个女儿 她希望在中和的纳谷塔 那个就是说骨灌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到中和纳谷塔去买这个桃味 送给这个少女 民间和警方通理合作 弥补了一个老妈妈思念爱女的缺憾 警方也呼吁 只要一个小动作 大家都可以当引入回家的门灯 DNA完全免费 只要你家人失踪 你就可以申请DNA的比对 这些案件有可能就是在 无名尸体的行列 它不会一直在一个无名种里面 就是某某地区的在一个无名尸体 它只是一个编号 永远回不了家 终于能够和小女儿好好道别 给了张欣妇人勇敢面对未来的勇气 但其实她的心里还有一个烦恼 就是大女儿遗留下的孩子 因为阿嬷还要照顾一个外孙 这个外孙当时还在读 我记得读高中 因为他只领了低收 那低收他又要支付了那个房租 所以这些对他来讲 真的是雪上加霜 还好后来有善心人士愿意伸出援手 善心人士肖老师那时候就主动 他是说他愿意帮助他 所以从102年9月那到今年 整整整五年的帮助这个孩子 他现在目前已经大事了 写进掌心妇人和外孙感谢的这一封信 让我们看到让爱延续的美好 一场没有大体的丧礼 所带来的启示 也将随着这一本书继续流传 请不吝点赞 反净 砰的0